没有办法 必要的时候 各埋的金属都上吧 总之不能让如雪死了 更不要说死在异宫他乡 程兴阁眼中是异常坚持的魔王 不用你说 我也会这样做的 如果到最后都没有办法 那就转上在我身上吧 我拿过程兴阁手上的酒 想也不想就连贯了好几口 辛辣的酒流进了喉咙 冲进了胃里 泛起的却是一片的苦涩 为什么偏偏是如月呢 为什么又偏偏是乌骨之毒呢 这天杀的巧合 程兴阁看着我神情难过的说道 卢月为你挡道 本身就是你应该背负的因果 我不会反对你的做法 总之 我会尽一切能力救你 只不过我必须要提醒你 转伤之数 是很不能把握的数法 讲究的是代价均等 是要付出利息的 如果转移到你身上 轻易的就被你的金蚕骨所解 那就不是转伤了 到时候我也无法把握 会变成什么让你难受 让我们为难的东西 加上利息的原因 它不会轻松的 只会更加的难以对付 说完了这句话 程兴阁再次的叹息了一声 我摇头说道 死了也没关系 如果不是如月 本身该死的就是我 你以为我完全没有防备 背对杀手的情况下 他一刀刺不中我要害吗 我是捡来的一条命 说完这话 我不再说话了 而程兴阁的脸上 出现了一种 异常为难的神色 还有懊恼 还有难过 他几次想开口说什么 终究是没有说出来 而是重重一巴掌 就拍到了自己的脑袋上 抓着自己的头发梳头 如果当初最难掌握的灵衣术 是意孽疗病 我能稍微掌握一些皮毛都好 到底是师父不在 到底是师父比我厉害的很多 程兴阁 你已经很厉害了 不要说道家的传承 就算是简单的事情 只要关系到技术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们到底还年轻 说完这番话之后 我也有些疲惫地靠在了沙发上 再次感觉非常地想念我们的师父 没有了他们 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心底的无助感 就连成长都变得磕磕磕磕磕磕 到现在 连找他们的自由都被剥夺了 莫名其妙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而师父们 你们究竟在哪儿啊 还在地球上吗 这个无奇的想法 让我的心底再次泛起了一片苦涩 三天的时间匆匆地过去 就如沃尔玛所说 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庇护 至少在印度的境内 没有所谓的杀手再找我们麻烦 我们在这家私人医院待得很好 沃尔玛后来几次的聊天 也给我们谈起过 让我们放心地就待在这里 多久都不成问题 这家医院是他的产业 外加印度本身特殊 是一个最大的宗教国家 本身就有自己独特的修着室 所谓世界修着圈子 几乎不怎么渗透的进来 而鉴于他的身份和地位 那些杀手绝对不敢放肆 安心地待在这里 难道就在这里待一辈子吗 我叹息了一声 卫在病床上首页的如月 噎了噎被子 思绪凌乱 昏黄温暖的灯光下 如月的睡眼很平静 在这种情况下 像结了如雪 只是脸上的苍白 让人从心底感觉到不安 特别是今夜看见 连嘴唇的颜色都变得有些苍白了 医院动用了最好的营养液 维持着如月的生存 而在这间病房 成清歌的铜灯 成清歌的祈祷之物 都摆放好了 只要如月有任何支撑不住的迹象 我们就会开始施法 至于我们已经在如月的身上 用特殊的红绳 绑好了锁魂结 在最紧急的时候 我会催动竖法 让着锁魂结彻底的发挥逆天的作用 要知道绑结只是针对生人 身体还有生机的 锁住他的灵魂 对于身体生机渐消的 必须动用特殊的书法 那才是真正的所有 真的要到那一步 我习惯性地摸了摸如月的发丝 或许是因为支撑得很难 生机以淡的缘故 手中传来的再也不是 以往那种顺滑的手感 而是有一些枯干的味道 这种发现 让我心中涌起了莫大的心酸和悲哀 强忍住想要流泪的冲动 我用尽量温和的语气 对如月说道 如月丫头 你别闹了 快醒来吧 大家都等了几三天了 我们的日子虽然漂泊 但也精彩 你不想和三哥哥一起去冒险了吗 不是小时候 你就会鼓动着我去饿鬼墓的吗 依然的 如月没有任何的反应 我难过得别过头 长夜漫漫的 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化解这种悲哀 我想我需要出去抽一支烟 病房外 香烟的味道为我带来了些许安慰 我又忍不住掏出随身的竹筒 盯着它发呆了 也是因为想念如雪 这种时候 不只是我需要的 如月也需要的 而是因为我知道 这支金蚕 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对如月如此的排斥 尽管在和程兴哥谈话以后 我也用着胖残尸了无数次 他就是不肯 想了一会儿 没结果 我把竹筒又塞进了胡兜里 今夜该我守夜 我给大家已经打了招 任何情况都不要通知我 除非是生死大事 其实也是我在逃避 因为我在守夜之前 我终于下定决心 把这个情况通知给秦怀 但我不敢亲自去对秦怀说 只能拜托程兴哥 我不敢保证 没有最坏的情况发生 就比如我死也就不会如月 而秦怀作为如月的未婚夫 我的兄弟 我没有隐瞒他的理由 否则他真的会恨我一辈子 好在以秦怀的身份 修者圈子的人也不敢动他 因为修者世俗一般的情况下 都两不干扰 杀了秦怀这种高管子弟 引起的震动 简直是可以预见的 只有黑夜苗寨 那种逆天又野蛮的寨子 才敢打秦怀的主意 可是这个世界上 黑夜苗寨毕竟只有一个 加上我们的行踪反正已经暴露 也无所谓秦怀来这一趟 不涉及到多余的事情 秦怀是安全的 思考间香烟已经燃烧到了尽头 看着如月病房的门 我想我是应该进去了 进入病房 灯光依然昏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睡眼还很平静的如月 此时微微地皱起眉头 嘴唇也微微地张开 像是在说声 却又苦恼地说不出的样子 她是梦到了什么 我疑惑地看了如月一眼 却感觉有些微微的凉意 回头一看 原来是虚眼的窗户被风吹开了一部分 可能是如月觉得有些凉了吧 我这样想着 走过去把窗户关上了 虽然是在印度 但毕竟已是冬天 加上这里昼夜温差较大 小心一些总是没有错的 如月现在虚弱着 对冷暖敏感一些也是正常 房间安静 我就坐在如月病床前的沙发上 静静地守候着如月 床头科技仪器 正在监控着如月的生命迹象 而在这边 诚心哥和我也布置着一些 道家的手段 来监控着如月的生命迹象 一切都为了如月 不要发生任何的意外 地乡的月亮和华夏的月亮 并没有什么分别 一样的清冷却迷人 只是不知道在同一轮月光的照耀下 我牵挂的人们又在做着什么 师父 父母 如雪 我的思维发散到很远 可是却不知道 为什么以往这些一想 就会让我困意全消的人和事 今日想起来一阵阵的困倦 难道是我这些日子太疲惫了吗 需要休息了吗 不 我还要守着如月 守着它不能出什么意外 我强大着精神 守在如月的身边 可越是这样 就越是抵抗不住那一阵阵的倦意 终于 在我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情况下 我趴在如月的手边 沉沉地睡着了 没有梦 只是很困很困 在无色的睡眠中 我的心中总是有着一种莫名的情绪 焦急 冲动 异样的疑惑 说不上来的莫名情绪 却怎么也醒不来 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 只是觉得在最后 我竟然开始模模糊糊糊地做梦 梦中的场景 依旧是在这昏黄灯光下的病房 有一个身影静静地坐在如月的身边 握着如月的手 带着一种温暖的目光 凝视地如月 我看不清那个人的长相 只是按照感觉 知道他的目光很温暖 而我只是看着这个身影 心中就莫名地心痛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心痛 尽管是在梦里 我也忍不住开始思考 心痛 毕竟分很多种 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够引起我这种带着酸涩感 心痛的女人 从来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如雪 可怎么可能是如雪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但我应该是在梦中吧 如果在梦中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忽然间我又是人了 我很奇怪我自己的这种状态 异常清楚自己是在梦中 想醒来 却也醒不来 此时 就更是不愿意 我把那个身影当作如雪 我愿意她多在这里待一会儿 陪着我和如雪 哪怕只是在梦中 因为有了如雪的存在 病房的气氛变得安靡又温暖 她只是静静地握着如月的手 没有说什么 我就感觉心中平静了我手 偶尔她会轻轻地摸摸如月的脸 偶尔她会为如月整理一下话丝 这种安静的生活 让我甚至愿意这个梦永远下去 但梦又怎么可能永恒 只是过了一会儿 那个身影就站了起来 再看了一会儿 就轻轻地要走出房门 在那一刻 我在心中狂吼如月 不要离开 甚至我能听见现实里 自己已身影出生了 又生怕这个梦散了 奇异的是 那个身影好像听见了我的呼唤 忽然转身轻轻地朝我走来 而这一次我看清楚了 那个身影就是如雪 熟悉的眉眼熟悉的清淡表情 我在心中想了千百次的身影 我怎么可能看错 她走到我的身边停下来 我的心开始狂跳了起来 我看见她举起一只手 似乎是想摸摸我的脸 但又停在了空中 许久地 不曾放下 如雪 你是怎么了 因为必然要分开的原因 在梦中也要对我这么吝啬吗 你知不知道 失去了你 我差一点就永恒地沉沦 在那个北方的边境小城 我觉得委屈 面对爱的女人忽然就想哭了 因为这梦太真实 甚至我的泪水 真的就滚落在脸颊 我还能感觉到 她温热的温度 终于那只手 还是轻轻地放在我的脸上 稍微有些冰凉的手指 多么熟悉的感觉 她为我浮去了那一颗泪水 又轻轻地落在我的脸上 从我脸上的皮肤划过 如雪 不要走 不要走如雪 你留下来 这声音在心中终于发出来 让我喊出了声音 但也一样从梦中惊醒过来 一看哪里有什么如雪的身影 一抹脸上 泪水滑过的痕迹却还在 我是思念成狂了 我有些痛苦地笑了一下 算是自嘲 却发现如月的脸上也有泪痕 我的眉头一下就皱了起来 莫非如月也和我一样 梦见了什么哀伤的事情吗 我不敢奢望那个梦是真的 这样想着 我从床头柜上拿起了一张纸巾 为如月擦去了泪涵 为她拉了拉被子 却忽然发现在如月被子的一侧 有着一封信 信 什么时候来的 我的心心是狂跳起来 接着就迎来了一种异样的紧张 狂跳 是因为我还是忍不住 首先想起的就是 梦是真的 紧张却是因为梦中 并没有看见如雪放下什么信 联想起我们处在危险的环境里 忽然出现这么一封信 那么放信的人要是有心做什么 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 可我竟然还是在这种时候睡着了 我忍不住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 接着就从床头拿过了那封信 迫不及待地拆开 信很简短 我只是花了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就看完了 但是看完以后我就疯了 几乎是不管不顾地 就按动了如月病床上的呼叫铃 因为是私人医院 单独负责如月的护士 就在隔壁 不到半分钟就出现在了病房 我急急地对护士说道 把我看着他 一有情况 你就通知我其他的伙伴 我要出去一趟 护士不懂中文 有些迷茫地看着我 我这时才反应过来 可是连一句话的时间也不想耽误了 只能用英语吼了一句 看着他就冲出了病房 走廊空荡荡的 可是压抑不了我瞬间疯狂的情绪 我在走廊狂喊道 卢雪 卢雪 没有任何的回应 只是死一般的安静 还有另外一个值班护士探出头来 带着一些恐慌看了一面 因为我是沃尔玛重要的朋友 到底没有阻止我 而我又哪里顾得上这些 一路在医院狂奔着 一路疯狂的 生死力竭的呼唤着卢雪 直到冲出了我们所在的医务别墅 冲到了外面漂亮的大花园里 我依旧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开始在花园里狂奔着 依旧是疯狂的 生死力竭的呼唤着卢雪 可还是没有回应 我愤怒 愤怒的想哭了 我一路冲刺着 最终跑出了医院 站在陌生的安静的异国街道 还在大声的呼唤着卢雪 但哪里又可能有什么回应呢 卢雪 我知道你来了 你出来 出来啊 为什么不见我 你真有那么绝情吗 你就算忘了我 就算对我没感情了 你亲自对我说一声啊 柔雪 喊到最后一声的时候 我感觉到自己的喉咙 承受到了极限 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一股咸甜的气息 瞬间就充满了整个狗家 该不是把喉咙都喊破了吧 我一下子跪倒在地上 手里紧紧地攥着那封信 就算喉咙喊破了 你也不愿意出来见我吗 那一刻 一种别样的愤怒 简直充斥了我整个灵魂 也就在这一时 一双手猛地把我拉了进 我一看 是萧承贤 他脸上还带着愤怒 在他的身后 几乎所有的伙伴们都出来了 除了承心哥 他应该是去如月的病房了吧 陈承意 你现在还嫌情况不够乱吗 你千万别告诉我 你承受不住压力疯了 我是不会相信你就这么疯了的 萧承贤责骂着我 但眼中却忍不住 流露出担心的情绪 而在他身后的伙伴们也是 我的喉咙很痛 我一时之间说不出话 只是看着萧承贤 还是不能掩饰眼中的痛苦 喘息着 陈承意 你不是吧 你不能疯的 萧承前着急了 一把扯着我的衣领 有点着急的吼道 吼完之后 他仿佛又怕惊吓到我 松开了我 假装开朗的一把揽过了我 承意 我吃到你没事的 没事的啊 走走走 回去休息吧 男人总是要缓解一下压力 呃 我呢 就是喝红酒 你没事 含含如雪也是可以的 提起如雪 熟知我往事的大家都流露出有些难过的表情 看着我 除了路山和陶白有些迷茫 但是也在担心我 大家想说些什么 却被萧承贤给阻止了 我听见他三八的小声对大家说 现在不要多说什么 免得刺激他 真的以为我疯了吗 我的喉咙现在还没有缓过来 但是我扬起手中的信 递到了萧承贤的面前 终于能嘶哑的一个字 一个字的说道 美梦 他的脾气 就容易的办法 他来过 什么 萧承贤拿过信 再次用看疯子的眼光打亮着我 却被承贤一把抢了过去 我看过如雪姐的笔记 我能认得 最后这封信被大家传阅过了 证明就是如雪的笔记 让我疑惑得只是那个梦 到底是真是假 还是说如雪不愿意见我 暗中动了什么手脚 但已经没有答案 除非如雪本人来解释 而大家疑惑的重点 则和我不一样 谁都知道 如雪在那个神秘的龙墓之中 怎么可能突然来到印度 在大的会客厅里 发表意见的是承贞 我觉得信上说的方法 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 毕竟如雪姐的笔记不是什么秘密 万一有人模仿呢 怎么敢随便在如月身上试验呢 而这方法本身就有危险 因为解释不了如雪 为什么到这里的谜 所以大家对信的事情争论不休 成真 这是在总结发言 说完之后 成真转头望向我 成一哥 你的意见呢 我摇摇头 我能有什么意见 我自己都处于深度的迷茫当中 成真保守的意见 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毕竟关于如月 我们之前就准备了自己的一套办法 处在这种环境中 又发生了这样的事 保守的人还是占大多数的 一直有些沉默的成心歌 在大家都要同意的时候 忽然开口了 我赞成使用信上的办法 面对着大家疑惑的目光 成心歌说道 首先 我对巫谷之术有些了解 虽说了解不深吧 但也知道信上所说的一切 根本就不是胡编乱造的 而是有确实的可行性 虽然由我们这些外人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第二 你们都没有经历过龙木 但那却是我和成衣亲自经历过的 我这样说吧 那里 那里是一个不能用现实来衡量的地方 是空间之谜的一个见证的地方 我和成衣走同一条道路 会莫名地出现在别的地方 你们懂吗 如雪完全有可能来到这里 是啊 如雪完全有可能来到这 前提是龙木最深处的地方 他已经能够了解一些 并能够运用了 在之前我师祖曾留给他 进入龙木最深处的办法 而师祖也说过 龙木最深处 是一个空间极其不稳定的地方 曾经有一条龙 想在那里回到昆仑 这根本就是现代的神话 但确实也发生在我的眼前 我赞成成新歌的意见 我声音嘶哑地开口了 成新歌的话 让我回忆起了老林子的遗情 虽然那是我最不愿意去回忆的 但我直觉成新歌的话是对的 可是 成真还是不能信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医院内是有监控的 这一次的讨论 我们没有回避我儿马 他毕竟是这里的主言 在我们讨论的时候 他一直很饶有兴趣地听着 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候 他忽然说出了一句决定性的话语 什么 这次连一只都很冷静的成新歌都震惊了 眼神中带着对沃尔玛的责备 大意是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早说 沃尔玛面对着我们要杀人的目光 无辜地说道 你们说的太有趣了 我听入迷了 事实上 我是一早就想说出这件事情的 大家无语了 而萧称前走的沃尔玛跟前 拍拍他的肩膀说道 我记得你是一位绅士啊 这怎么从几天前开始他妈的就不理考了 哦 那是程一教我的 一个道家人该有的说好方式 必须直来直去 要非常的难忍 最终沃尔玛调出了医院的监控视频 而在监控视频里 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儒雪真的来过这一天 他出现的画面只有短短的十几秒 就是走过医院带有监控的走廊 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 而在那段视频里 儒雪走过的走廊 在过了三分钟以后 才是我狂奔而出的身影 如果不是儒雪姐住在一楼 或者儒雪姐出现的画面会多一些 程一远看我反复地看着那段画面 是这样安慰我的 或者他也找不出再多安慰的话来 我冷笑了一声 终于伸手关掉了视频 既然真的来了 为何要如此选择 连见我一面 说几句话都如此粒子 我现在是已经完全冷静了 这种冷静是来自内心的冰冷 感觉是内心深处一种最珍贵的感情之一 被永远的冻结了 看着我的表情 陪着我一起看视频的人 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毕竟是两个人感情的事 外人又怎么好过多的评论呢 最终只是萧成前鼓起勇气 对我说了一句 张爷 无论如何 男人都要尊重女人的选择 但愿你能放下 我点点头 没有再多说 比疼痛更可怕的是新龙 即便我忘不了 那忘不了的也应该是进入龙墓之前的乳雪 或者进入龙墓之后 真正的乳雪就已经不存在了 是真正的移入龙墓 气凡尘 变成了一个陌生的 只有着乳雪躯壳的女人 这种想法 让我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 希望破碎的沉痛 让人内伤 可是我必须去接受 我用五秒钟强行地握住自己 有些颤抖的手 然后才深吸了一口气 对大家说道 如月那边进行的设立吧 有没有人去看看 我去看看吧 但愿如月姐已经度过最困难的一关 说话的是成真 说完之后 她转身就走出了我们这经课吧 按照信上所说 胖蚕之所以不能为如月疗毒 有两个原因 第一 是如月本身有自己的本命骨 胖蚕排斥 第二最重要的原因 是乳雪在交付胖蚕给我的时候 其实已经通过一定的办法 让胖蚕接受我的存在 否则 以我的一个外行 怎么可能控制拥有了这种顶级的蛊虫 说明白点 我是胖蚕的半个主人 他为我疗毒是自然 按照他的骄傲 怎么可能再为如月疗毒 所以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 就是我彻底成为胖蚕的主人 能够指挥胖蚕为如月疗毒 第二个就是把胖蚕变为如月的本命骨 那样胖蚕就自然能为如月疗毒了 第一个自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是道家人 身份就注定了我不能接受苗寨的这种传承 苗寨就算是对我再友好 也不可能将最顶级的金蚕蛊 种在一个外人的身上 带着它没问题 想种蛊也可以 除非你正式放弃道家的身份 成为我苗寨之人 那么能够选择的 就是第二点 在这集中如雪简单的写取骨和种骨的办法 不是太难 就算让外人来进行也是可以 难的只是取骨会让如月 瞬间对那个身上的剧毒 没有了任何的防备能力 如月必须在金蚕蛊 种上之前自己扛过一阵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金蚕蛊不是人人种的 否则金蚕蛊那么厉害 很多古苗苗寨 多多少少培育一定的数量 那不是人人都可以种手的 这其中有什么奥妙 我们都不是太清楚 唯一能肯定的就是如月 如果承受不了胖残 结局一定会很惨 整封信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 在信上如雪并没有加上自己的任何评论 就比如如月是否能够承受得住 几率有多大什么的 只是简单的说明了方法 气凡尘 或许他还没有气掉自己这个唯一的魅蜜 看如此冰冷的信 那也是快乐 我发现恨会让人的想法阴暗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不去恨 陈诚仪到底也只是个普通人 各种情绪 各种仇恨 依旧会有 但愿此后能够真正的放下 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 五天以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如月也在这样的日子里醒了过 我已在门框边上 看着病房中沁怀握着如月的手 惊喜万分的样子 嘴角带着一丝微笑 心想这样算不算也是一个圆满 沁怀是两天前赶到印度 看见我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 阿爷 我很想揍你 但并不是因为如月受伤的事 而是作为你的兄弟 我只想以后有什么事 你能亲口对我说 即便是天塌地陷的事 也要你亲口对我说 你明白吗 嗯 大概能明白 很多年了 我太了解你了 因为太重视身边的人 有时候反而可恶起来 但是逃避 和让自己受伤会是一致的办法吗 承意 你不用永远这样年年糊糊下去 你师父从小就不要让你这样 师父 在这样的阳光里 我在心中默念了一声这个词语 而接下来 就是该离开的时候了吧 去到赖布尔 找到一个叫做 江里的人 如月才醒来 毕竟是虚弱的 总需要休养一些日子 我们原本的意见 是让如月 跟随秦怀回到华下 毕竟四大势力的主要目标是我 跟随着我 才是最危险的 跟随着沁怀 反而会因为沁怀的身份 如月变得安全 但如月拒绝了这样的安排 她告诉沁怀 这一次的冒险有了结果以后 无论是否找到想找的人 回去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和沁怀结婚 而她告诉我们 不要留下她 让她的生命留有遗憾 面对如月这样的说法 无论是沁怀还是我们 都没有办法拒绝 原本是想立刻启程去赖布尔的 到底还是决定留下了一些日子 让如月好好地休养不安 才出发去了赖布尔 沃尔玛是个热情的人 见我们暂时要停留在这里 就不禁带着我们到处走动 毕竟来了一次异国 总是要体验一番她的风情才是 加尔戈达很美 虽然她也有着印度国家特有的环境问题 但是印度古老的历史 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无论是建筑还是人文 你总是能够感受到一番时光的味道 那是完全地区别于华夏的感觉 我有想过 如今的华夏走在街上 千篇一律的城市 我们还能体会到多少华夏的历史 感觉到多少华夏古老时光的痕迹 一个星期以后 如月在最顶级的医疗条件下 恢复得不错了 按照计划 我们再有三天就会出发去赖布尔了 而沁淮却不得不离开 他不可能跟随我们冒险 而他在国内毕竟也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送别了沁淮 我们又在加尔戈达停留了三天 如月已经能够自由地下地走动之后 我们才和沃尔玛一路前往赖布尔 我不能离开你们 你们也知道那个杀手集团是多么的厉害 如果我不在 你们很难平安到达赖布尔了 这就是沃尔玛坚持要同行的理由 尽管以他的身份和地位 他也对赖布尔的僵女一无所知 可他的理由我们无法拒绝 有了沃尔玛的帮助 我们总算不用去挤印度那要命的火车 而是可以坐在舒服的轿车里前往赖布尔 由于一开始对印度的地理并不熟悉 这时上路才知道加尔戈达和赖布尔 其实有着很远的距离 按照印度的路况 就算开车前往也需要大概两天的时间 一路上的行程 划山可真 只是不停地赶路 或者是因为有了沃尔玛的陪伴 才没有别的差距发生 只是在距离赖布尔 还有几十公里的时候 我那一直安静的卫星电话 才再次响起 接起来 我以为是葛全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个电话依旧是珍妮杰打来的 可是这一次的珍妮杰 却显得很是匆忙 我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就只听她说了一句 要在赖布尔找姜女 就去赖布尔的寺庙多看看 最好啊 每一个寺庙都去 自然就会找到姜女 说完珍妮姐就挂到了电话 这让我的心里有了一些迷茫 印度的寺庙 大多是人来人往的 我怎么能知道谁是姜女 可没人给我答案 在我把珍妮姐的话 转告给大家以后 大家的看法也只能是找找看 相比于加尔戈达 赖布尔就是一个小得多的城市 不过比起加尔戈达呢 这个城市显得异常的干净 而到了赖布尔以后 我们直接就被带去了 一个私人的别墅休息住下 沃尔玛骄傲地对我们宣称 这也是他的产业 果然沃尔玛是印度真正的土豪 我们表示惊叹 只有萧大少爷 对于这个表示淡定 甚至有些淡淡的不屑 开口给我们说起 他欧洲拥有的古堡 于是我好奇地问他 那古堡呢 你离开你的组织 跟我们一起混着 谁帮你管理啊 结果萧大少尴尬了 他怂怂肩膀对我说道 那群该死的家伙 我外公离开以后 他们连我财产也都开始干扯 不过你相信我 这只是暂时的 我会找回我的外公 以及长外 到时候带你去我的古堡玩 我明白萧城前的无奈 只是笑笑用一句话 结束了这稍微有些尴尬的谈话 哎 其实啊 我觉得什么古堡都差不多 竹林小住才是最好的地方 在赖布尔沃尔玛家的别墅 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 我们就踏上了寻找江里的行程 印度是一个寺庙很多的国家 无论是哪一个城市都一样 赖布尔也不例外 别看这个城市有名气的寺庙 只有那么几间 但是真要去找遍这个城市 大大小小的寺庙 可是一件不小的工程 因为有的寺庙深藏在民间 或许就只有一间屋子那么大小 但一样会有人去参拜 我们先是从名气大的寺庙 开始找起 接着慢慢的渗透 但是直到三天以后 我们找遍了比较大的十几间寺庙 也没有任何的发现 由于珍妮姐提供的线索有限 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跟傻子一样 见到有可疑的人物 都会上前去学问一声 你是不是教你 可得到的答案都是失望 甚至有好几个人 以为我们是借机搭话的骗子 对我们一点也不友好 如果不是沃尔玛的存在 我想这寻找教你之旅 就够我们喝一口的 当失望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 人就会麻木 只是机械地继续着要做的事情 我以为三天是一个很久的时间 结果那三天只是一个霉运的开头 一直蔓延着 整整半个多月 我们还在寻找着教你 学问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是教你 连名字巧合的都没有 面对着这种失望的寻找之旅 沃尔玛是最感觉失望的 这赖布尔 这个范围也就太大了 和你们华夏一样 一个城市呢 也有属于他的县和农村什么的 如果这剩下的平民区 依旧找不到赖布尔 就只能深入那些地方了 我不知道他的师门给他说了什么 他总是以为跟着我们会充满传奇 但事实上却是这种无聊的寻找 让他感觉到梦破碎了一样 而印度的平民区 也让我们见识到了 什么叫做触目惊心的脏乱差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就如同生活在垃圾场一般 衣衫蓝履 甚至社会的秩序 在这里也变得模糊 像一个犯罪的天堂一般 我很难想象 这里也会有寺庙的存在 也不知道印度的法律 是否允许寺寺庙 存在于这样的地方 可是偏偏就在这里 我们真的就找到了 一间所谓的寺庙 平民区的人 在收了沃尔玛的钱以后 神秘兮兮的告诉沃尔玛 这间奇怪的寺庙 没有什么人气 事实上 它属于一个异教徒的寺庙 要不是因为寺庙的主人 太过神秘和强大 周围的人不敢举报 它早就应该消失了 而当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我们要找的娇女 或许就在这间寺庙 于是为了这个消息 沃尔玛付出了更多的钱 让这个平民窟的原住民 带着我们寻找这间寺庙 在走过七弯八绕 比道家普通阵法 还复杂的路以后 我深刻地认为 将你这个决定 是对的 如果让我们来寻找 这一间低矮的铁铁屋子 这所谓的寺庙 我们是铁定找不到的 就是这里了 但我可不敢进去 传说那个可怕的异教徒 是西方来的黑巫师 供奉着真正的魔鬼 我就只能啊 送你们来到这儿了 尽管是在冬季 这里的白天的温度 依旧算得上是炽热 站在这几间 连成一片的铁皮屋 外的巷道里 顶着阳光下 臭气熏天的气味 那个原住民 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仿佛对于这间铁皮屋 它有着深刻的畏惧 但偏偏是这种畏惧 激发了沃尔玛高昂的性质 他甚至连骂这里的脏乱差 骂着印度制度的兴趣也没有 高兴地掏出一大把钱 塞给了那个原住民 兴奋地说道 那你离开吧 记得我们是来做调查工作的 不希望有很多的留言传出去 你都明白 明白明白 这个原住民收了钱以后 立刻就离开了 如果他智商还算正常 应该不会泄露上 而我没想到 有些二的沃尔玛 也有如此机灵的面 敲门的声音 很快在这里铁皮屋外 响了下来 敲门的 自然是自告奋勇的沃尔玛 可是坚持了能有一分钟 屋内并没有任何的回应 沃尔玛又持续地敲了半分钟 这个时候铁皮屋的门才打开 确切地说是非常快速地开了一下 然后又关上 从里面飞出了一个酒瓶 准确地就砸在了沃尔玛的怀里 如果你想见我 那么拜托带这个牌子的酒来 记住啊 我只要这个牌子 否则 你就给我滚蛋吧 屋内传来一个略显暴躁的男生 听声音并不苍蝇 却有些沧桑 而沃尔玛拿起了酒瓶 一时间有些迷茫 只有我清楚地看见 那赫然呢 就是一个五粮液的瓶子 这个发现让我心里有些唏嘘 莫非江尼也是中国人 否则怎么会喜欢中国的白酒 但珍妮姐并没有这样说过 她应该还是印度人 感谢有沃尔玛一路同行 在印度 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 并不是一个喝酒卖酒 很自由的国家 平常的酒呢 弄到也需要一定的渠道 更何况华夏的名酒呢 沃尔玛拿着酒瓶子还在迷茫 过了几秒钟之后说道 诶 常义 那屋子里的先生 说的是什么话呀 那个 我怎么听得糊里糊涂的 沃尔玛这样说 才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屋里的人说的应该是英语 但是不是那印度英语 这英语啊 在这个世界上不及 但由于各国口音的差异 同是英语 说不定英国人呢 是听不懂印度人 那充满了独特口音的英语的 沃尔玛一直和我们说中文 但说中文的时候也带着浓重的印度 可屋子里这个人呢 显然说的不是印式的太语 反而像是华夏人在说英语的那种腔调 难怪沃尔玛听得糊里糊涂的 他说的英语 但是调调和你们不一样 大概是让我们买到同样的酒 才能来见他 我说沃尔玛 你有办法弄到吗 我简单的给沃尔玛解释了一句 显然更关心沃尔玛 是否能在印度弄到一瓶五粮液 华夏的名酒 沃尔玛这时才想起来 拿在手里的瓶子观察一下 开口就认出了手中的酒瓶 果然是土豪啊 见识不俗 他妈的 贫民窟里怎么会出现 这么昂贵的华夏名酒 一般人有钱也弄不到 可这却难不倒我沃尔玛 最多明天就能弄来 如果需要的话 甚至可以弄许多 沃尔玛一边说着 眼中闪烁着骄傲的神采 这充满了自豪的话 显然是被萧承前听见了 他一扬眉 异常骄傲地走到沃尔玛面前 既然能搞到酒 不如帮我们弄几瓶红酒 我也不挑 就是普通的拉菲吧 不要大家都追捧的1982年的啊 退俗 给弄几瓶1959年的就好了